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手上这一招是 NVIDIA 在 RTS40 系列独立显卡上 所推出的第四款产品 RTS4070 相比起旗舰级别的 4090 、 4080 等 我想这款 4070 会是更多中教育用户更关注的产品 那么它的表现如何呢? 这一次将会好好地和各位评测与分享这张显卡的表现 这一次拿到的显卡是来自华硕的 TUF RTX4070 12GB OC 散热器的外观和我上次拿到的 TUF RTX4080 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至少从外表看起来几乎不太能明显看出差别 唯一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一招 RTX4070是采用传统的单八兵供电 不必购买新一代的 PCIe 5.0 供电电源 也不需要额外转接到全新的是 Erf Hi-Power 16 兵供电 更不用担心出现各种晚穿的 16 兵事故 并且也因为是单八兵的供电 基本也就说明了这张卡它的功耗不会很高 DGP功耗仅有200W 但搭配上这又厚又大的散热器显然是有点过头了 我个人是觉得双槽双风扇的设计 会是更加合适 RTX4070 的定位与搭配 不晓得各位的看法是否和我一样 由于这张显卡我是得换回去的 所以自然就不能进行拆检看看内部的 PCP 设计 但关于 RTX4070 的规格介绍 这边还是会和各位进行简单的分享 RTX4070 的核心采用的还是和 4070Ti 相同的 AD104 核心 只不过后缀是 AD104-250-AE 实际与 4070Ti 的差别 从 7680 个 CUDA 砍到了 5888 个 随之影响的自然就包括了 物理单元与官商化单元 从 240 个和 80 个缩减到了 184 个和 64 个 天色构和光追单元也同样获得相同分量的缩减 从 240 个和 60 个砍到了 184 个和 48 个 此外 这次 4070 显卡额外添加的 L2 缓存 也从 4070Ti 的 48 MB 砍到了 36 MB 如此看来 其实 4070 和 4070Ti 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 好在显存的部分获得了同样的保留 还是用着相同 192-bit 的 12GB GDDR6s 另外 RTS 4070 也是获得了 RTS 40系所有的特性 包括 DL SS3 补震技术 AVI 一边码器等这些全部一个都没赢格 而对于创作者来说还算是比较友好的 和各位介绍完了 4070 的规格 接着就是要来进行新的测试环节了 同样在开始之前 这边也列出本次评测的测试平台 方便给各位做个参考 首先是 3.8 Tanspy 跑分测试 RTS 4070 获得了 17,992 分 基本和 RTS 3080 的成绩是持平的 但还是明显落后 RTS 4070Ti 整整 26% 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接着在负载更大的 Tanspy Xtreme 中 4070 获得了 8521 分 和 4070Ti 的差距进一步拉开到 28% 同时也稍微落后 3080 约 4% 主要也是因为 192 比 未宽在高分辨率上的劣势更加明显一些 再来这光追测试 PORRoyer 11,191 分的 4070 同样也是 落后 4070Ti 约 26% 以及落后 3080 约 4% 而在 DLSS 2 的测试中 4070 总算半微一层 在关闭 DLSS 的帧数表现比 3080 更低的成绩下 开启 DLSS 后的帧数还略高于 3080 并且开启 DLSS 后对比关闭时的提升百分比 和 4070Ti 是基本持平的 甚至在 DLSS 3 的测试里 4070 所获得的帧数提升百分比 还比 4070Ti 还更多 由此可见 4070 并没有因为本身的规格更少的缘故 而进一步的降低功能性的体验 而是有着和自身规格相应的体验成绩 此外 这回 3D Mark 也更新了全新的跑分项目 Speak Way 我也顺带跑了一次来看看 4070 获得了 4,475 分 落后 4070Ti 约 21% 落后 3080 约 4% 从理论性的跑分里 就能看出来 4070 和 4070Ti 之间的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至少不像上一代 3070 和 3070Ti 那样的 百分之十性能差 而是进一步扩大到了 20% 甚至更多 这点是我没想到的 甚至在一些更高压力的测试下 还略逊于上一代的 3080 我原以为 4070 的性能应该会接近 3080Ti 的水平 但现在看来显然是我想多了 看完了理论性的跑分接着就要进行游戏的实测环节 由于测试的时间有限 再加上我目前手上能进行的测试游戏数量真的不是太多 因此这次只会测试几款我手上拥有 并且能够准确控制变量的游戏进行测试 想要看更多不同游戏设施的朋友 这里也要和你们说是抱歉 日后如果首发的测试需求变多了 这边也会逐步更新更多游戏类的实际测试 首先是网游 CSGO 在2K分辨率下4070的性能基本和3080时平 落后4070Ti约8.5% 看起来还可以 前回到4K分辨率后 4070的表现依旧和3080是差不多的水平 而4070Ti也没有理论性能跑分时那样远超4070一大截 然后是DOTA 2 情况和CSGO有点类似 不论是2K分辨率还是4K分辨率 4070的表现基本和3080是一致的 落后4070Ti也不是特别的多 还算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再来是射击游戏绝地丢成POPG 情况还是非常接近的 同样在2K以及4K分辨率下 4070都是持平3080或是越胜一点 最后是永结无间 这游戏感觉对40系显卡的优化会更好一些 特别是在1%落增上 无论是2K还是4K分辨率 4070的表现明显比起3080还好一些 平均震也基本略胜一筹 从这几款网游的测试结果来看 感觉4070的表现还算可均格点 至少和4070Ti的差距没有理论测试时的表现那么多 不过测试的这几款网游对于显卡的压力还是比较少一些的 因此接下来来看看压力更大的单机有些表现 在古墓丽影暗影中2K分辨率最高画质设定里 4070对比3080明显是有更好的表现 但切换到4K分辨率后 4070立马就被3080给反超了 这时候192B位宽在高分辨率下高压力的劣势也就有邪恶意见了 接着是花野大标课2 情况也是非常相似的 2K分辨率下的4070比3080更加的突出一些 但4K分辨率后3080就反回一层 此外我也测试了4K分辨率外加开启DLSS的表现 在这里4070的表现又稍微比3080更好一些了 最后是赛博朋克2077 2K分辨率下3080比4070的表现会稍好一些 切换到4K分辨率后差距是拉开了不少 哪怕是4K外加开启DLSS24070也并不能反超3080 而在4K分辨率下开启极致光追特效4070和3080总算持平 虽然只有可怜的18帧就是了 另外这边大家也看到了3070的成绩只有4帧 那是因为这个情况下的画质与特效 8G显存的3070早就爆显存了 所以直接卡成PPT 再来是4K分辨率开启极致光追特效外加DLSS2 4070和3080的表现依旧差不多 唯独在1%落增上4070明显好上一些 最后则是4K分辨率开启极致光追特效 同时再开启40系独家的DLSS3真技术 最多的表现还算是可以接受吧 总结所有游戏测试结果来看 这张4070算得上是低功耗版的3080 相比起它的大哥4070Ti 各方面都平均落后过8%到10% 不过我个人觉得它的定位其实有点尴尬 感觉2K分辨率的游戏体验并不能很好地压榨4070 而4K分辨率对于4070又好像稍微有点吃力 有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感觉 如果要我说的话 4K60帧等游戏体验会是4070比较合适的定位 在网上大部分的游戏都得进行一定程度的画质优化 虽然性能表现中规中矩 但4070的能耗比是非常出色的 通过MSI Afterburner进行了曲线调整后 4070能够以130W的功耗在3DMark Taskby中跑出16200分 在功耗比默认200W低了35%的状态下 跑出89%的性能 能耗比是真的非常好 要知道就连笔记本的3080在150W下 就只能够跑到接近13000分左右 当然能耗比能够如此优秀 我主要还是归功于台积电的4nm工艺 那4070的逃频性能呢? 逃频就并不是十分的理想 通过MSI Afterburner 简单的将功耗限制拉到最高 并且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个别拉高220MHz和250MHz 最终在3DMark Taskby跑出18653分 相比起全默认仅提升了3.6% 在网上拉就会出现测试不稳定报错了 不过有趣的是 即使拉到了极限 Fullmark的烤系功耗相比起全默认 依然保留在200W的功耗 温度也因为散热性能过剩表现也都差不多 所以主要原因大概率是来自于4070本身的功耗墙上限所导致的 最后是价格 马来西亚这边官方定价为3449零几 而中国华硕的定价我并不是很能肯定 但猜测应该是在5499MHz这个价格 显然这个价格如果真能买到并且没有溢价 肯定远比购买3080来的更加值得 但相较于过去70后缀的显卡价格 这次的4070价格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高 不晓得各位又是怎么想的呢 另外我个人是觉得作为内容创作者 他会是目前还算是值得入手的显卡 虽然这次测的有点赶 并没有进行专业领域性能的测试 但毕竟40系显卡本身的先天特性 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优势还是很大的 因此如果有这样的显卡预算 那么目前它确实是比30系显卡来的更加值得 而且也是目前40系里最便宜的款式 所以如果它能够做得更小 那么吸引力自然也就会提升不少 而特别是ITS玩家应该会有很大的兴趣 最后也要感谢各位一路将影片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 也请记得点赞留言分享支持一下 影片制作不一 有你们的支持我才能够持续制作优质的内容 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订阅 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我也会在每周持续更新更多的科技相关内容 那么这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by bwd6